這些 要怕說 很舊很舊 你不相信了 40年最少發覺過 很多人找這個 周星前找過這堆 這間眼鏡店 無論一塊鏡 厭眼儀器 眼鏡還是人 都是古董 眼鏡款式千萬百歲 老闆娘甚至自家設計雙石的眼鏡 成為了緋姐大愛的款式 還一口氣賣了三十副 緋姐啦 緋姐和嫁嫁很多客戶 初師傅說好幫得我手 她幫得你手 對 她賣廣告之後 嘩 幾多人生氣 羅登斯德蘭 這隻 Playboydion 我都不知道了 徐應買了九個 我買九個都買了 發覺貨 貓蜜 紙牌都黃了 這紙牌是很漂亮的嗎 對 花金師傅跟我說 你有你的舊 金錢你沒有 我沒有向你收購 我留了一大堆給他 他說買你做甚麼 花很多金 他說現在的 甚麼金份都沒有 鄧太出身在柬埔寨的富友人家 1973年因為當地政局不穩 為了逃避戰火而來到香港 我們1973年6月夜五看 希望香港和平 最緊要和平 我現在很怕看戰爭團 想死下 我走的時候 經常吊炮 下來吹一聲 下來吹一聲 我爸說你不走就走 我們這麼大鬥 不如你先走 我穿了衣服 我穿了衣服 腹骨也擠金 你也擠金 拿個燙斗 燙斗也不擠 總之我哥幫我登報紙找人 找一些男朋友去找 沒有消息 知道不行了 我記得差不多97年了 我們七幾年走到97年了 聽見我爸 沒有了 一家 所以令到我不說辛苦 不說賺不賺到錢 帶了兩個女兒走 我的生命很好 我都不想移民 我知道最好我喜歡香港 移民潮有些覺得97年 好像不是那些信德 想走不快好世界 移民這裏移民那裏 移民的貨不帶走 沒有人要 所以你買東西 你上地不叫你要便宜 我老公那裏 總之整天倒閉就不叫了 他很搜狗 我說哪裏有這些東西 我又不讓你知道 我買了又不讓你知道 擠了十五、八年 賣賣不夠賣 幸好我繼續收 我收到上輩子了 之後在香港 舊了那些款 我收別人的香港舊舖 不做的不夠大又不夠 我問女生做了多少歲 做到八、九十歲 我說不做了給媽媽 我便知道誰 所以想購買一送 說真的她看貨做的 一看自己的臉 我現在有三十多歲 不同說法 七十五年 我才78年 做得多久 不要再懷舊了 拜拜